冬季自驾游东北感受极寒 昨天把我们出门以来 一个月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放在这个车里面烧着火炉 烤了一晚上 有些已经干了 有些还是湿的 昨天晚上有很多地方都下雪了 包括这里也下了 今天我们准备去往阿尔山取一些快递 冷不冷啊 就怕狗子冷到了 出来摸一下 看暖不暖和身上 好像不怎么冰了 地都下白了 怎么还有太阳呢 到外面来就是冷啊 这会儿的温度是零下7度 那个大车在马路上面开起来 后面全是那个飘的雪花 这是昨天打的发泡架 已经固化好了 这样开车 这个发动机的温度就能够保住了 还是车里面暖和一点 这会儿外面都零下7度了 再往阿尔山走的话 温度会越来越低 我怕狗子冷了 你给他穿衣服吗 要不还是把衣服给他拿过来穿上吧 这点不好拿一点 狗衣服 你在哪里 你在身上去哪里搞了那么多刺 过来我给你拔了 别动 我也是第一次给狗穿衣服 狗也是第一次穿狗衣服 所以他有点怕 你看这会儿就帅了 怎么不动了 怎么 别拖背 背伸直 来 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还会不会走路了 不会走了 来帮你 这不爽吗 爽不爽 别乱咬 这是新衣服 别咬坏了 来 旁 太好玩了 燕姐姐太辛苦了 这么冷的天气还要洗衣服 昨天还有一些换的没有洗得完 冷不冷啊老婆 好冷 吃不了就不行了 下次又不到水了 那里全是冰 对啊 这河上飘得有这么多冰 你们看 从那上面飘下来 哇 那边咬坏了 看一下昨天晚上烤了鸡蛋 还忘了吃了 哇 这个红薯都烤干了 烤得好舒服 你拿个刀哈 你看我这个 烤化了 一个鸡蛋烤成了半个鸡蛋 还特别硬 还特别硬 但是又香 哇 好香啊 浓缩的鸡蛋 嗯 蛋可都高风脆 再看一下烤的红薯 也烤的特别干了 嗯 好甜啊 好吃 真的好吃 这皮是奇妙 吃过的 今天早上就吃 泡饭 这是昨天剩的饭 这个饭有点糊 泡这个海带汤 好甜 倒了 吃的 这个 味道 啊 嗯 有点糊 才会 dx 还有30公里 明天再过去 今晚这个录音地太漂亮了 在后面好像就是阿尔山森林公园 我整天保不清了 你看见什么了 你怕什么 过来 这个是假的 这里叫桃园湖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边还有一个桥 火轮不要拿过来 你看一下这个你怕不怕 这里有一只梅花鹿 这里 这个梅花鹿他还不怕 他就怕对面那只狼 你看这个是用什么编织的 好像是用树根来编织的桃心 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开不来 还有一个屋子 那个屋顶上面好像还有那个烟囱 这里面可以住 哇这里还有一个 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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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棵树上 好像挂的是灯笼还是什么 我要挂这个灯笼 这上面哦是灯笼对 那种用电的灯笼 剪点柴吧 这边还有 最美白狼 这里是不是狼啊 好像是哈 这个地方应该有狼 这边还有一个 用那个稻草编织的大熊银 这个是应该是稻草编织的吧 哦不是稻草 就是那个 地上长的那种草 编织了一个大猩猩 我大还是他的 但是这个大猩猩 那些地方都坏了 来了 吓他一跳 来了 来了 别怕 怕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怕什么 乱七嘴 是假的吧 这不是你的祖先吧 哈哈哈 过来嘛 别怕 别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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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啊对不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